少吃這些醬料 你減脂會更輕鬆一點 很多外食會好吃都是因為醬料 這些高熱量的醬料幾乎都是高油高糖 所以我們只要避開這些醬料 我們熱量就會少非常多了 第一個 生菜沙拉 醬料搭配生菜沙拉最常見的 就是我們的凱撒醬、千島醬 都是高油高糖 建議可以把它換成和風醬 第二個 便當的配菜 麻油米血、三杯雞丁 只要是麻油或者是三杯類型的任何料理 他們油脂都一定會過量 本身的食材已經有油脂了 再加上三杯的油脂量會更多一點 第三個 義大利麵 吃義大利麵最多就是清醬、白醬、紅醬 這三種醬料大家都不要碰 因為都是大量的油脂 熱量都很高 建議可以換成清朝類的義大利麵 熱量會更低一些 第四個 吐司漢堡 吐司漢堡是早餐店 最常選擇的食物的 裡面的成分很好 大家要注意 很多店家味的口感很好 會加了很多的美乃滋 讓整體熱量更高的一些 建議大家可以去醬 或者大家在自己做漢堡、三杯汁的時候 我們可以買一些低卡的美乃滋 第五個 牛排醬 夜市的牛排最多的就是蘑菇醬、牛排醬 裡面有很多的油脂和澱粉的勾芡 會導致額外的熱量 建議大家可以改成用鹽巴調味 就很好吃了 其實市面上的地雷醬料還非常的多 營養師我是舉出大家最常見的幾樣 跟大家說一下 所以建議要避開這些地雷醬料 我是營養師Ricky 如果你喜歡這類健康的資訊 記得首週在YahooTV 各週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鼓勵